现在,不少人都会选择晚饭后散个步,消消失,这可是个好习惯,但江英俏奇一对夫妻散步却犯出了事儿,原来啊,他少便宜的他们在散步的时候,干了不该干的事儿, 那么,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? 案发现场前几天,市民徐先生在逛中山公园的时候,把齐来的自行车随手停在了路边的盗板上,自行车却不翼而飞了,接到报警后,民警立即前往现场查看,监控视频显示,0月29日晚7点23分左右,徐先生的白色自行车车头,潮汐停泊在中山公园一侧的盗板上, 随后,一名黑衣男子和白衣女子,手牵手进入了案发现场,其行为和平常的夫妻完全没有区别,经过被盗自行车道黑衣男子却突然停下,走到自行车旁,稍作停留后,男子继续往前走了几步,随即回头,趁左右无人之际,其上徐先生的被盗自行车,和白衣女子快速离开了案发现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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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